無論何君堯是被襲擊 到底是真還是假 到底起碼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見到民主派議員 也都是很多包括申請遊行的人士 都被受到暴力襲擊 其實從反送中運動現在五個月 見到香港社會這種亂象有真無假 你覺得這個亂象的根源是怎樣 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樣 其實那個止暴制亂這件事 現在要強調止暴制亂 對 因為最高領導人發了話 是不是 其實大道理我又不懂 是不是 很簡單 一隻手掌是拍不響的 是兩隻手掌才拍得響的 單有遊行的群眾 單有示威者 而沒有警察 沒有政府在這裡 成事嗎 現在看到每天遊行都是兩軍隊裡的 有示威者 有暴徒才有防部隊 所以換句話來說 你有警察的打擊 你才會有人反抗 很簡單 那裡有鬥爭 那裡有壓迫 那裡有反抗 所以要制止暴亂 要指就要雙方表達的誠意 而不是說掌官意志 今天不准避開街 不准遊行 停了它 你才能做得到嗎 那你要檢測一下警察的執法 是不是百分之一百 都是 沒錯呢 很簡單的 從你捕捉到現在捕捉了三千多人 起訴的只有幾百個而已 那有兩百幾個 不是兩千多人 那你怎麼解讀呢 究竟是不是因為你被人覺得 有沒有濫捕情況啊 是不是都先被抓了 又或者說 你這個律政署 DOJ 人手不夠 但是我們只看一個現象 就是你抓了這麼多人 有些你就沒有起訴的 那究竟問題在哪裡呢 你經常叫人家止暴 你經常說找人 習主席都說 韓老爺都說 但是你要大家對話 那對話要有個前提的嘛 對不對 那幾個訴求 提出 你又不回應 那幾個訴求不談 那你所謂大膽都抓不起來的 你起碼在這裡聆聽的意見 為什麼 你經常說 哎呀我講了不行 但是你講出來 你不說服 你不說服啊 是不是 你又說 喂 在法律上不可以 怎麼做這個不行 那 我們說 我們篩一些權威人士 啊 成立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 你說不行 但是當我認為 贊成的時候 我提出他 我有一個有力的支持者 在香港幾百萬人 最懂法律的那個應該是誰 法庭 法官 法官裡面最有權威 最頂角的那個是誰 那個就是 中審法院的大法官 我們叫做 法庭 法官 那你可能都曾經 在報紙訪問過他 很清楚 講了為什麼有這樣的需要 成立那個獨立成本 好處在哪裡 結果他認為 這個是必須 那難道 林鄭她作為一個 執行政的最高負責人 OK 但是當你認為說 在法律上不行 不行的時候 喂 高登法院大法官都說 OK 為什麼你不可以考慮做呢 是不是 還有在過程裡面 民眾有一個不解的 就是調戲不信 為什麼 你不理人嘛 你政府裡面到今天 都認為自己沒有錯的 沒有人為這件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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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關鍵的那兩個 保安局局長 這個律政司 這兩個人 仍然就是 你說他有他做個官 那我就覺得作為特首 你是不是互短啊 你作為特首 你應該公正言明的 不是說叫你 為了自己卸責 就找人出來制旗 不是這樣 而是 你起碼都讓到別人 酥酥氣啊 酥酥粉啊 那他們說 民眾越積越大 是啊 包括最近周同學 過路的事件 是嗎 很簡單 你經常說 香港大約這麼多人 有三分之一是學生 我們的領導 特首又說 他都很心傷 喂 有沒有可信性啊 為什麼那些學生這樣做啊 我講過很多次的了 難道那些學生 沒有腦子嗎 他難道他讀到大學 他都知道自己的前途 如果犯法 定了罪 坐十年八載 甚至每一不小心 好像科技大學 這個是不是科技大學 這個電腦 這個計算機科的 沙羅班的同學 到現在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發生這件事 但是 那個原因 政府難辭其咎 你不是射這麼多出雷彈上去 會不會有出雷彈 阻止了它 琴蓋不知道呢 但是現在 雖然未知道死無對證 但是他現在都 講不出話 還在心思自動 那些學生 你說他攬炒是沒有成本的 因為你不能夠說 他都沒有成本 不是社會持份者 特首說過 不是社會的持份者 雖然他今天 這些學生 沒有錢沒有名譽 但是他 將來他是持份者 他自己將未來 會壓在那裡 他不怕打的嗎 你打到街頭很多才 他不怕的嗎 那他是不是都需要 政府要看一看 你經常叫別人 不要蜜 不要蜜 又說叫那些青年 怎樣怎樣 好啊 你覺得香港這麼好 搞壞了這些大學生 這些學生 搞亂的社會不好 那你找些好的人回來 那你怎麼找呀 從特首做事咯 那叫你兩個兒子回來香港做事咯 不用躲在其他地方 叫他去香港做事 為香港奮鬥 你都叫那些小孩 放暑假都不要叫他回來 那你怎麼又歸屬鄉 你又如何 放個心在香港呢 為香港未來呢 你都要當那些小孩 是你真是小孩 是你學生 你都應該回應 都說了 你單靠法律 單靠你用警察 的武衆力量去鎮壓 是不行的 相反地 你經常叫人撐警察 OK 我撐警察 但是可以說 我不支持政府 我怎麼支持警察 我同情警察 它變成警察做了禍心 本來政治上的問題 你要解決 你不解決 你就讓警察 去維持社會秩序 用這個維持社會秩序 進行一個 打壓人家 是不是 這些你有問題 其實它是不是有一種 我們現在讀得很厲害 我就請求你中央來止暴 變成就是不斷地加強 你會不會看到這個趨勢 就是這樣 我想我看回新聞 習主席和韓大老爺 都沒有說他要自己來 要早代跑 他都很清晰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你履行 你有責任 去圍繫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 維護香港社會的秩序 你去處理它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也都提到 你要在社會中充分對話 它那個用什麼 用止暴 情暴 情暴 情的意思 不是叫你去殺人 不是叫你去放 用槍去射殺 情暴的意思 就是根據法律去做 你是不是法律以來呢 是不是 所以 不應該被解釋為 這句說話 壯大了 誰的膽 放膽去抓人 打人 不是這樣的 我的解讀就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還有現在很多人都說 愛國 一些說你不是愛國者 不愛國 愛國的邊緣化 是不是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 上兩個月 7.21 7.21那天 白衣人士 白衣人士那天 白衣人士那天 就是在西環 中聯辦的大樓 不是受到衝擊的 是 記得嗎 看到有些人 用一些脈汁 淘污了國徽 也都是在中聯辦的大廠上面 又噴髒了東西 那第二天 中聯辦的主任 王智明 主任出來說了些事情 他說什麼 我記得 他說是譴責暴徒圍堵 中聯辦 認為舉動時侮辱國家主權 是安全 事實上 國徽是一個國家的象徵 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不對的 無論你 奉中華民國 或者奉中華民國 哪一個正統都好 都不應該做這個行為 是不是 然後他就 他說 他在第二天 中聯辦連夜 換過國企 換過一支新的國徽 他就在香港 他就表達了 今天太陽依然是 陽陽升起的艷陽天 莊嚴的國徽 仍然高高地懸掛著 中聯辦大樓 強調不會辜負港大市民 對中聯辦的期盼 和期待 等一下上去 我們以前 就是據我們所了解的 在中國國內 國旗國徽 要誓死保護 剛剛才 為了保護國旗 我記得 在印尼早期印尼排華的時候 那時候 我忘記了 就是當時印尼那些 排華的時候 是一個中國 好像是瓦加達的大使館 被人衝擊 國旗 當時那些領事的人 出來護著旗 護著國徽 但是我想 中聯辦那些 這麼愛國的 中聯辦裡面有保安的 這麼多人在裡面 王志民那天 不知道在裡面 有這麼多人 又有保安在裡面 當你偉大的國徽 受到不同的衝擊 你不出來保護嗎 你不是在裡面 那你的保安 你不去做什麼 這個你講過 這個代表國家尊嚴 我們要保護神聖的國旗 有護其手的 是不是 我們看天安門 聶兵的時候 大頭的那些 那個旗手 有人護著的 喂 中聯辦那個受到衝擊 你為什麼王志民應該 你應該跑出來 保護著那個 那個國徽 還有他應該有保安的 保安去哪裡 只是他保護著幾個 大老爺 國徽外面被人不斷 在外面 你做什麼 原來不要緊 中聯辦大把傳貨 還有 第二天早上就掛上去 然後說廢話 你經常叫人愛國 不是叫你為國犧牲 保護國徽 國旗 如果戰時 國旗很重要 那你怎麼愛國 你應該樹立榜樣 中聯辦那天那些領導就撲出來 護著那個徽 如果你要弄髒那個國徽 他說 先踩著我身上去 過了我這關 手牽手 這樣表達到偉大的外國主義精神 不是你躲在裡面 做什麼 還有一樣東西 跟著開個會 說香港的 香港目前那個什麼 都不敢在香港 香港是你地頭 都縮回深圳 海 你又多刁人家 那這些 你怎麼號召香港人 號召的人 怎麼愛國 是不是 你現在 比如我街邊 看到有人燒國旗 如果我都去保護 但是 香港最高領導 那些都躲不出來 我出來 他說了是對林鄭的不滿 也都說了建制派的 一邊趁政府 他覺得是不應該的 那我想問你 你這件事的看法 如果再繼續下去 政府的管制 是不是出了問題 政府管制 根本現在出了問題 是不是 比如石禮謙 是代表了 某一個 所謂我們社會的 利益持份 就是那個 Stakeholder 一部分利益持份 的看法 也代表了 很多商人的看法 我們記得 我們小時候讀書 讀那個什麼 是琵琶行 裡面有一句 商人還來 輕別離 做生意 是講賺錢 講錢 所以他 有什麼不對 他就走人 有生意 他就走人 老婆 子女都要去拋 為了賺錢 是吧 商人 所以在政治上來講 商人在政治上的忠誠度 可靠性 是有問題的 當然有部分是好 但整體來講 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台灣 最近那個 國民黨 爭選總統那個 郭台銘 郭台銘做生意 很清楚了 選不到出來 拿不到馬上 又退了 又退出國民黨 說明到生意人 在政治上 可能是我們的盟友 但當利益轉化的時候 他就會出賣 石禮謙 所代表的 以商人為主體 當他看到政府 不行 他就會為止 當他利益 可能受損 那他就會割席 是吧 所以 他說都是因為想講 良心說 當然 有良心說 但是 最大部分 他們都已經 那些人 穩夠了 跟政府要割席 穩夠了 再他要看一下 那個社會 正在一個變化境的社會 怎樣拿到最大的好處呢 怎樣可以分到最大的權力呢 其實香港你看 在林鄭身邊 我們看到上海 站在林鄭身邊 那些經文聯的老闆 香港 那位林先生 經文聯老闆 有很多錢 在身邊 林鄭鵬 不是 那個 林鄭鵬先生 是吧 那香港 那些全部都是有錢都把持 那當他又可以分到權力 但是當他發現這個權力 再這樣下去制不過 因為現在所有香港 都對政府很不滿 那他不想把自己的熱廚房變成 那他肯定要離開 保持距離 先謀定 而後動 那政府就變成關鍵時刻 你所謂的利益同盟軍 就割席了 現在個個跳船 是不是呢 因為看到你的船不行 就是 不會擅長 你覺得很自然 中國大陸都是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對商人 是一定要 既可以 既要利用 但是都要防 對吧 有錢就什麼都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在這個社會裏面 在香港今天的社會 就是有食禮謙這些我們不是說它轉軚 而是當社會發展到政府發展到的時候 理應集團就必然割借 它都被人衝擊它的 說你反一反一 連本地的地產商死二樓曹怎麼搞呢 所以它為了赤補 政府就是說是不是應該重新檢視 大陸也要檢視香港如何是一個 愛國者為主體的社會 究竟這句說話有多少是落實 有多少不是 還有那個側重香港經濟的重點 應該去敗變 其實香港的股市是有畸形的 因為香港已經發展到 是一個public-led economy 以地產為主導的社會 而不是有工業主體 而不是有經濟主體 而是由地產主導 所以是不是我們要這個比重 是不是我們要適當去調整 其實現在趁著香港 現在是一個這麼動亂的時間 也是一個好契機 如果這個政府是真的擺一隻耳朵在地上 他們說我們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由現在開始重新組合 所謂經常說我們要重新出發 重新出發是要在社會 炸水最大的共識前提出發 而不是再用現在的政府 那種的偏執 顧執 置以為是 不聽取人的意見 這樣你永遠出發不到 只能夠是社會的融和 就是林鄭是信基督教的 我們不要用佛家去講 用基督教就是要寬恕 做到為什麼要寬恕你的敵人 就算當示威者是你的敵人 你都要寬恕他 這些敵人 為什麼會是敵人呢 是你要檢測自己做過什麼 令到這麼多人討厭你 我可以發生了什麼事 我可以做夠了 我可以做到這裡 做得到最後與我 這些音樂之類的 我可以做到最後一圈 靠近這些機構的 我們不可以做到最後一圈 要是讓你做的